而且呢 具宝充那个生理条件啊 身高182公尊 特别好 打70年级 嗯 对 而且今年明显感觉他在力量上有所增长了啊 对 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具宝充经历对着日本选择这个方法啊 是吧 哎 这个森田的组合不错啊 哎呦 这个输出频率很高啊 漂亮 这个厚度也很重 哦 森田是刚刚是连续做这个低嫂 嗯 日方选手的这个很多的低嫂是以魔血为主啊 哦 对 但是不要小看他们的这个杀伤力 是的 哦 又是一个低嫂 哦 主宝充的潮水也是很重啊 对 哦 还不错啊 主宝充很本啊 嗯 哎 不错啊 后手这个意思不错啊 其实这个后背战是什么意思啊 呃 这个是我们森田是一系列的晋级赛啊 因为会影响之后所有选手受伤的这种情况下 呃 所以有一个后背战 如果谁获胜的话 在后面的晋级赛的时候 呃 有选手受伤的他就可以顶替上了 呃 再去以你演员的眼光 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空军梦之队的身份是不是有一些 当演员或者是猫的这种人 呃 呃 这个日本选手出腿啊 嗯 你看脚一点地啊 直接就起来了 嗯 对 呃 这个出腿比较快 呃 身体的协调性不错 呃 很多这种风格的日本选手 嗯 对 他们是在比赛的前一天啊 呃 会把体重降到一样 都是到70公斤 但是他们的正常体重肯定是要高于70公斤 哦 就是一晚上就可以降到70公斤 呃 这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 嗯 呃 朱宝通我觉得呃 对于他的成长的道路上啊 遇到这样技术比较全面的 嗯 嗯 很重要啊 对 呃 确实刚刚向王二所讲 他没有遇到这种类型的选手 对 您作为职业选手啊 你要是不重啊 哎呀 漂亮 呃 这个身体重温很习惯 就是在 在对方进攻的时候很习惯把这个上半身的重心往后收啊 嗯 嗯 嗯